中美贸易战取得了共识 同意是休战90天 那么在未来三个月内 也会加紧谈判 以达成更多的共识 相关问题 我们马上连线 安山资本策略师李卓峰先生 为我们分析解答 哈喽Jeff 哈喽 我们想了解一下 这个特席会 虽然现在是达成 但是这个是否就真的意味着 这个中美贸易战降温了呢 您认为这个90日的谈判 是缓兵之计呢 还是只是有一个 释放出了这个暂停贸易战的 一个信号呢 很难说现在这是贸易战的 已经暂停了 话是真的停下来 因为未来90天要谈讨的事情 还是比较多 我跟你想的是一样的 应该是中美贸易战在90天里面 在这个谈讨的实践里面 我们试试还一话 这个暂停以下而已 就是给一个实践 让大家可以商讨一些 大家也可以满意 跟合理的一个解决方案 比方说中国跟美国 要买进多少农业产品等等 这种都是美国关注的 尽量去受到我们之间的贸易易差 这个也是要谈好的 可是我们发现 特朗普 其实常常把他的调子转变 今天谈的挺好的 好像以前都有见过 美国跟北韩的金正恩 他们也就谈过一些核子的问题 还有贸易的问题 可是很快的都是把这个基调 从好的正面的调子 把它转成负面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 投资人不要太乐观 就是阿杰是停了 主时间应该是真的停了 其实中间还有很多的波动 特别是特朗普 他常常的把这资质的意见 还有他我们谈好的那个行为 常常都是转了 在另外一个调子 那我们也看到说 这次这个会晤上 中美两国领导人 他就是同意就这个敏感议题对话 比如说包括这个科技转移 知识产权保护 网络盗窃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敏感的一个深水区域 那您觉得这些敏感议题 达成共识的几率 在未来会有多大 那么在接下来90天 也时间其实蛮紧张 三个月 哪些板块将会更加的受到 背注或者呈压 我想在之前受到影响的板块 特别是手机 芯片股份 还有科技股份 这个会有一个我们要多关注一点 刚才主持人也说过了 在未来90天其中一个 刚才有说过两个问题 就是中国跟美国买多少东西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贸易易差 只要去收少一点 第三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在科技类的 比方说IP 科技的产权 尽量是copycat 就是复制人家的继续等等 这个其实很难谈下来 因为我们看 这不是我们国家跟美国的问题 是本身美国本土 或是美国跟韩国 我们就说Apple跟Samsung 其实一直来过去10年到20年 都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我不相信是90天之内 可以有一个很定下来的一个案子 就是说尽量还算是我拿了一个IP 尽量还算是中国自主的发明 我看我们国家的一个态度 应该是我们为更集中在中国 自主研发的一种科技产品 核心的技术 应该要放在我们国家自主的 一个就是科技领会 科技板块里面 特别是芯片的这一块 可是我们因为看 这是走势天之内 之前美国跟中国停止了一些客制 还有一些技术的输出 还有出售 这一块能不能在中间 两个国家之间 能不能有解决的方案 比方说特别是中国跟美国 或者美国跟中国 买下还是分享 还是注用了这种技术的 这个技术核心的 技术的研究 紧要去把这个技术还有应用 分享到两个国家之间 可是要一刹子把它传都搞定 这个是没可能的 对 我们也非常同意您的这个看法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光聚焦在港股 现在这个市场有分析认为 此次谈判的结果是有利于股市的 横指本月可能会上升至这个28000点 对此您怎么看哪一些板块 它的利好会较大一些呢 实责不难 因为现在就是今天我们看见 先从风险方面吧 星期六 星期五 星期六开完会以后 我们今天看见开盘的时候 压他股票市场特别港股 已经升了600多 最多升了700多 成交方面已经也是很不错 因为之前还是700多亿到800亿 今天应该收款肯定会突破1000亿的成交量 那这个是投资人的信息 已经重新回到市场了 我们除了看港股 也看了一下亚太地区的股票市场 也看了这个石油 我们看石油在今天亚洲常外 OTC market的 我们已经看见已经纽约的汽油 这是已经到53块钱 这是有个很大很明显的升幅 那这个也是代表了投资人的风险的威力 这是特别是他们对风险的接受能力 已经上升 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到市场里面 那这个2万8 我看几个月是12月份 在15到一般来说15号以后 外籍的基金经理已经会加期 所以在15号之前 我看就是大部分的基金 在年底之前为粉丝储倉 把这个基金的回报做得亮丽一点 我看在2万7800到2万8800之间 几个月是应该能到的 那还有就是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就是 跟刚才我上一个问题 我们看差不多 除了科技之外的 我们看就是 还有本地的股份 因为也不一定是贸易战 也是从贸易战来说 可以看以下 这是贸易类的股份 因为之前的一些 对美国还是王朝的一个贸易 比方说脸峰这种的利峰 这种贸易型的股份 还是有一点压力 另外一种就是矿业的股份 矿业股份之前 由于就是环球的供应量上升 还有就是美国方面的 关税方面的影响了 这个也是有打压 那现在有90天缓一缓 这个可能会有一点帮忙的 帮助我在这边 那我们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请您用一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一下 就是说有分析指出说 中美达成共识的话 人民币就有望回升了 那么您对人民币 未来的走势是怎么看的 人民币其实我不太看见 就是这个90天还是 除非贸易战真的停下来 要不然人民币很难 所以回到这6.3 6.4 或者6.5 这个是没可能的 短期的我看法是还是波动 就是人民币还是 因为他的看法是 人民币要到期算 这个期算还是要破一下今年 短期在90天 今年应该是6.8到7期间 在这个区间去游走了 好了 那我们非常感谢Jeff今天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